余生学会自己治愈自己 你起来听 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当你伤心难过的时候 不是没有人安慰 就是即便有人安慰 但安慰的话 一句也没有走入你的心里 那些人生的至暗时刻 跌入过程 谷底的颓丧 撕心裂肺的痛苦 终究需要你独自面对 世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 人的悲喜也并不相通 受了什么伤 到底哪里痛 只有自己最清楚 别人给的安慰 或许是好意 也是真心 但不一定是你需要的 人最终还是要学会自己治愈自己 跌倒了 自己爬起来 摔疼了 自己揉一揉 想哭的时候抱抱自己 哭完了 自己擦干眼泪 不要试图 不要试图从别人那里获得安慰 即使是最亲密 最信任的人 也不要 有一句电影台词说 我们的心都是脆弱的 隐蔽的脆弱 别人发现不了 你得学会自己去哄哄他 安慰他 告诉他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学会安慰自己 让糟糕的心情 慢慢平复 学会治愈自己 从低迷的状态 渐渐走出 一位知名女演员 有一次被记者问道 当你事业受挫 不被人理解时 你是用什么方式 让自己保持积极乐观的 他回答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就是别人骂我一句 我就鼓励自己一次 告诉自己没事 你已经比很多人 都努力了 他们越贬低我 我就越爱我自己 提醒自己 不能被他趴下 凭着这种自我治愈 他不断提升自己 打磨研尽 终于在五十一岁 获得白玉兰 最佳女主角奖 她叫吴月 有一句话说得好 安慰别人是能力 安慰自己是本事 让别人快乐 是情商高 让自己开心 是逆上高 学会安慰自己 是自愈的第一步 是一个人对自己 最大的善待和保持 学会治愈自己 是强大的开始 是一个人心里成熟 思想稳定的标志 万物虽远 卑习自渡 你才是自己 唯一的救赎 当你学会了自我治愈 你已经困境 便不能再拿你怎么样 也听 愿你最终成为自己 与天里的伞 和夜里的灯 请不吝点赞 and订阅 请不吝点赞 and订阅 请不吝点赞 and订阅